各位同學,你們好 又來到星期五 我禮物小姐在尊貴聰泳會和大家見面的時候 各位同學,我相信你們最近都會有點忙 因為開學都有一段時間 你們應該都是喊著一個口號 努力讀書,努力溫習 不過不要緊,學多點東西,個人都會開心點 我今天為大家送上兩份禮物 而這兩份禮物都是適合出去活動用的 為何會送這兩份禮物呢? 因為有時我們讀書,讀到腦子固定的時候 真的要放鬆 我先為你介紹第一份禮物 第一份禮物就是Nikki獅子散紙包 同學需要用smart points,4000分換零 名額有4名 Nikki獅子散紙包有什麼特別呢? 它是圓咕嚕的 上面印有一隻獅子 非常可愛的 而一個圓咕嚕的包包 其實它有一個拉鍊的開合位 方便同學可以放些耳機 可以放些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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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包包還有什麼呢? 它有一個隨身扣 不要小看這個隨身扣 這個隨身扣可以方便同學 勾著散紙或耳機 在皮帶上 或者女同學可以勾在書包上 當你去到哪裏 這個散紙包 就可以貼著你去哪裏 實行貼著你不放 那就萬無一失 如果同學都想擁有這個 Nikki獅子散紙包 記得用你們的Smart Points 4000分換回家 第二份為同學介紹的禮物 就是Nikki文具證件套 同學需要用Smart Points 28000分換回家 名額有一名 這個文具證件套 有什麼特別? 讓我為你介紹吧 它中央的位置有一支筆 方便同學去到哪裏 寄到哪裏 一想起有些東西想寄下 就拿它出來 然後它左邊 就有一個透明的照片格 同學就可以入家人的照片 或者入好朋友的照片 一打開就知道是你 因為有你的樣子在 而它的右手邊 有一隻很可愛的駱駝 再看真點 原來它有個拉鏈暗格 同學可以塞一些散字 或者萬字夾進去都可以 如果擁有這麼可愛的文具證件套 我想我都可以扮一個小記者 實行去到哪裏寄到哪裏 小記者在這裏 好了 各位同學 今個星期尊貴聰穎會 又到此為止 我禮物小姐 下星期和你們再見 拜拜